大家好啊 我们继续说 陈毅这个挤对素玉 给素玉下半 这个确有其事 并且呢早在建国之初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么1950年6月25号 朝鲜战争爆发 第二天美国就宣布 介入 然后呢 这个就开始海空军 就参战 然后隔了一些天 陆军就开始登陆 就开始这个配合南朝鲜军作战 同时呢 第七舰队 兵发台湾海峡 这个解放台湾 中共正在筹备的这个台湾战役 事实上已经无法履行 这个美国第七舰队的这个 不用说 就一个航母编队往台湾海峡的一放 你五十万大军 你也别想过去 因为你靠山板 靠这点什么 简易的激帆船 什么的 你是不可能 这个 通过这个 美军的一个航母战断群的 这个火力防线 那就是自杀 那就是自杀 所以台湾战役事实上就已经搁浅了 那么为了这个因应朝鲜战局可能出现的变化 同时也顺应这个台湾战役搁浅的这样一个现实 那么一这个50年的7月7号中央开会 最后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 然后那个13兵团 38394042 后来又加了五十军 五个军 这屯兵 这个辽东半岛 压入江对岸 这个整个带弹 随时准备兵发朝鲜 当时组建东北边防军的时候的目的 无非是两个目的 当时还没有想到过一定要抗美援朝 那么组建东北边防军的目的 第一呢是以备朝鲜战事出现不渝 就是北朝鲜一旦要是这个没顶住 人家迅雷不羁仰耳之师就打过来的话 那为了保卫东北这个边境的安全 为了保卫这个东北的这个工业区 那么组建了这样的一个部队压在那里 这是有重大的战略考虑的 这是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呢 其实当时组建东北边防军的时候 有一个中共高层 大家心里都明白的一个一个一个理由 那就是如果金日成 北朝鲜的这个人民军 在向南推进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一时解决不了战斗 如果金日成和朝鲜劳动他那个时候向主席向中国方位提出请求要求中国出兵 协助他拿下朝鲜帮找的话 那么东北边防军第一时间就会杀过去 这是组建东北边防军的第二个目的 甚至可能是第一个目的 首要的目的 因为金城一开始的时候仗打的太顺了 这一路就压下去了 最后就落东江了 这个李承晚什么的 这南朝鲜匪帮 李承晚匪帮 姐姐就是釜山 什么那个那个洛东江 那那那那环形阵地了 就就就就那么一鱼了 完抗一鱼鱼了 那么金日成的那个时候呢 就是认为胜利在望 尽管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这个极其不顺 但是中共始终没得到金日成这个求援 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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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 因为北朝鲜在这个解放战争期间 那对这个中共的个帮助 那是非常非常是大 那个时候这个东北战局一开始不顺 后来南北满都给分割了 最后南满最惨的时候就有四个小线 那个时候这个南满怎么坚持 这个这个二萧陈云他们去 定下来坚持南满 一个是东北局有这样的一个指示 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就是要坚持南满 不能放弃 面对杜玉明的大兵压境 也要坚持下去 还有一个他们的底 是什么底 就是打败了实在不行 他们可以过江到北朝鲜去 那个时候这个三纵四纵 坚持在南满的几个纵队的伤病员 或什么的伤了病了 都是在北朝鲜看 都是过江到北朝鲜去 然后包括弹药啊 这个军需物资啊 很多东西 这个北朝鲜对这个东北 东北共军的支持力度非常之大 包括南北满之间的联络呀 北满对南满的一些个这个这个这个军员呢 很多都是取到北朝鲜 然后再运过雅鲁江给南满运过去 包括很多中共的高级干部 像罗仁环那个时候身体不好 去莫斯科之前的时候 先看病是第一个这个这个去看病的这个地方是平壤 朝鲜待会看完了之后 建议他去莫斯科 包括那个时候这个东北野战军里面 164165什么三个诗 三个诗 是这个那是这个这个这个 起伙伙是这个这个朝鲜族官兵啊 就是后来49年的时候 整建制啊 这个回到北朝鲜去 也成了金日成要一统江山的主力吗 方胡山呢 什么这些 所以出于这个历史上 这个北朝鲜对于中国革命的这个援助和支持 也出于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啊 这个这个两个这个共产党之间啊 这这种国际主义的这这种支援 那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那那个时候中共其实是欠着这个北朝鲜的钱 那么所以北朝鲜嘛能推啊 要统一双眼半岛的时候 新中国组建这个东北北方军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一旦金日成 说是啃不动了 说是中国方面能不能支援我们 一夜之间就可以过去 25万人 当然那个时候 朝鲜半岛的这个局势 那哪像一个多月以后呢 那那那那那那个境状啊 最后一败涂地 整个的这个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那么这个从主席的角度来说 包括这个这个高层 中共的高层 那个时候下一步做着抗平朝决定的时候 那整个的这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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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兵的这个目的 发兵的这个规模 包括对战争的这种战略考思考 和这个战役战略方面的这种准备 那么远远超出了当初 组建东北变方军时候的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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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是挺保守的 其实就是一个兵团摆在这 到后来抗平朝战争 抗平朝战争没等开打 那毛主席就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兵团能解决的事 所以就开始这个 有了包括你看第一批入朝的还有66军 那又是属于华北邪 然后第一次战役没能打完呢 刚开始打九兵团就已经 这个九兵团十九兵团 就已经在金铺铁路和这个龙海铁路呢 这个这个这个整个带弹了 如果一旦需要立马就发 发兵东北随时过枪 所以第二次战役的时候 血战长津湖就不是四叶的十三兵团 那就是宋舍楼的九兵团 但一开始 组建东北边方军的时候 没想到这么大 没想到规模这么大 并且把看北朝战争打了 这个这个两年零九个月 不说矿是持久吧 那远远超出了一开始的 这个对朝鲜战场的这个预期估计 所以当时组建东北边方军的时候 以十三兵团 邓这个洪汉 几大将 组建兵团司令部跟黄远胜对调 然后呢 说谁挂帅的时候 当时因为台湾战役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了 毛主席当时想的第一任东北边方军的 这个这个第一人选确实就是肃 因为呢 那时候这个这个 北朝鲜 往南压的时候 本军一参与 那战争打的就已经烈度啊 什么各方面已经超出了解放战争了 那绝对就是大兵团那个作战了 有点现代化战争的味道 而那个时候主席 颠颠颠颠颠自己的这个 身边手上的这猪将 真正的打过大兵团的 用这个当时的近代武器 大规模打先大兵团 这个战争的这个这个人选 也就是林彪和苏语 是不是 你像鹏啊 什么在西北 他们的那个装备啊 武器啊什么的 你想打这个 他打不了 他村里没东西 他也还是不是 你包括刘伯承从大兵山转出来的时候 说得都没有中武器 那华北就更不用说了 那时候只有林彪和苏语 华海华海战役 包括辽沈什么平津 那一场战役 集中他几百门大炮 啊一轰轰他几万发炮弹 是不是啊 包括不谈怎么协同 是不是啊 然后这些个东西 那只有林彪和苏语玩过 这个他们 所以当时呢 主席第一任东北边防军的人选 首先考虑的 就是苏语 确实不是林彪 东北边防军 那么呢 就是一一他信任苏语 直到苏语 这个 这个那个那种战略远光 包括战役 这个组织设计 这个这个操作能力 这已经都几番战争 紧 苏语那些战绩都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但是呢 主席也知道 苏语针对东北边防军来说 他也有自己的弱项在那儿 他不属于东北 打仗打的什么 打仗有的时候就是打的地理 打的是环境 地心地貌 气候 等等这些东西 九兵团这个二十四战役过去打 这个战损 最大的折损 不是战死和战伤 而是冻死和冻伤 冻死冻伤的人员 占检员的一多半以上 为什么 到了东北的时候 还穿着那个南方的小棉衣 小棉裤 那不扯了 是不是 那不就等着冻死 所以这个雪战长津湖 才出现什么冰雕连 什么等等这些事 才出来 这就是不熟悉 玉境战场的这个地理 和气候环境 带来的这个 后勤方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准备不足 然后带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 重大的这种损失 那么苏语存在这个问题 他不属于东北 因为朝鲜 北朝鲜的这个地形 地貌和气候 跟东北差不多 所以呢 为了这个支持苏语 也弥补他这个 这方面的这个经验上的欠缺 主席当时点了两员大将 也是两员二将 给苏语做副手 苏语是东北边防军的 司令兼政委 那么副司令是谁 萧金光 副政委是萧华 这个中共军中 响当当的二萧 给苏语做副手 你想萧华 这个五五年 上将 那萧金光 五年是大将 是不是 因为二萧 坚持难满 他们熟悉那块 并且跟北朝鲜方面 他们也熟悉 高层 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苏语 就是身体不太好 当时就给主席 就提出这个问题 那后来主席呢 金日成迟迟也没跟中共 也没跟我们提的要求 支援的 所以呢 东北边上军在这 准备就准备着 该练兵练兵吧 所以主席就跟苏语说 那你就安心 先治病 这个任务不是特别急 你先安心看病了 就这么着 这个事情呢 这个任命下来了 但这个事情又拖下来了 后来呢 因为朝鲜战时 有点吃紧了 有点吃紧了 之后这个东北边上军 迟迟的一把手没上来 这个萧进光和萧华 当时 这个一个在空军作政委 一个是在海军当司令 所以说也没有马上交代工作 也没有到位 那么朝鲜战争 这个形势发生了变化之后呢 那这个兵怎么练 怎么怎么怎么领导 后来这个主席就决定说 让高岗带一段 让高岗带一段 这个这个这个 带管一下东美边防军 这个临时挂挂帅 那么到了人传登雾之后 尤其是到了10月1号 金日成的求救信来了 那个时候 毛主席在领中国高层坐在这谈的 那可就不是东北边防军的事 那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的事 任务扩大了 难度增加了 规模也扩大了 包括投入的这个兵员规模 那可能就要 举国之力 去打赢一场 这个局部的战争 并且是面对着 17国的联军 打一场现代化的局部战争 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兵团部 所能够这个胜任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任务了 那么就是 真正的赋予了 在东北边防军基础之上 就要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了 那可就不是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兵团性质的了 那真就是要一个 大帅去挂帅去了 真正的这个大帅去挂帅 那么到了十月前后 毛主席已经下定了决心了 一定要打这场仗 要抗美援朝 那个时候 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 然后这个提出 志愿军的司令政委 一把手 这个挂帅的首任 首个人选 毛主席想的第一个人选 那当然绝对不是属于 肯定是林彪 这想都不用想 这个在实帅实说的时候 彭特怀那一节 关于抗美援朝 这个统帅的这个人选的时候 我已经有过说了 在毛主席那 在中共高层的 有一个算一个 所有的这些领导 这个脑子里头 说如果要去朝鲜 打这场战争的话 那司令首统帅的人选 都想都不用想 你比林彪 还熟悉东北战场 你比林彪 还熟悉 十三兵团 这些交兵汉将 能振得住这些交兵汉将 你比林彪还会打仗吗 是不是 想都不用想 一定就是林彪挂帅 但是 很快主席就把这个想法 就放弃了 为什么 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 主席出于对林彪的爱好 我当时就是这么分析 就是这么说 我今天依旧坚持 主席早已经开始 全面系统的培养林彪 觉得林彪是一个 接班人的人逸选 这样的一场仗 让我让林彪去 主席真是 躊躇犹豫了 最后 主席真就是把林彪 放在一边去了 就不想让他去打那场仗 再加上林彪对出兵 抗美援朝 确实提出了他自己的意义 说了一些真话 实话 但是 这个 目光比较短浅的一些个话 那么主席就利用他的这种表态 最后了 就说林彪身体不好 就不让他去了 就不让他去了 毛主席把林彪 这个首选人 林彪放到一边去之后 毛主席 第二个人选是素玉 这是我的观点 更何况在此前的两个多月 已经任命 素玉做东北边方军的司令监政委 那么尽管一切都扩大了 以素玉的战功 以素玉的能力 主席相信 林彪之外 那就是素玉能胜任志愿军的统帅 而这个时候 陈毅 并且不仅陈毅 一些人就开始插手这件事 这个有这个说了解这段这个内情的人啊 在十来年十十年八年前吧 曾经对人透露过 披露过 张熊文好像也写过这一段 说这个 毛主席 决定了 心里面决定了 要让素玉 做志愿军的司令监政委 挂帅出政 那么素玉那个时候呢 华东军区副司令 所以毛主席很自然的就把这个 传达命令的这个事啊 首先就通报给了这个 华东军区的司令陈毅 就是把打算让素玉挂帅出征这个事 首先就通报 还是征求一下陈毅的意见 毕竟人家是华东老的 军界一把手 那么呢 紧接着 特别特别莫名其妙 华东军区总医院 忽然间就向陈毅和华东军区啊 这些领导们就报告了一件事 说素总 素玉同志这个未出血 这未出血这是大病 并且这是疾病 是未出血你不治好 不及时治 可能都要命啊 这个病 早不来晚不来 就是毛主席征求 或者让陈毅传达这个命令 之后马上华东军区总医院就 上了这么一诊断 未出血 那么未出血 那得治啊 怎么治啊 华东军区总医院的意见就是 那必须手术 这不手术 治不了这未出血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遍地不都是这个苏联顾问吗 苏联专家吗 哎 华东军区总医院 也有苏联大夫 也有苏联专家 听说这件事以后呢 苏联专家的这个治疗方案说不用手术 喝点酸奶 弄点乳酸菌就行了 不用开刀 不用手术 哎 你看中国医生和苏联专家 这两种治疗方案 这简直就是背道而驰 这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一个要开刀纵手术 还是大手术 你想这腹腔打开 得微出血 那个时候喝点酸奶就行 吃点乳酸菌醋片什么的 就OK 这里面不就有文章了吗 这不就有文章 那么接到了这个 华东军区总医院的这个报告之后 陈毅那赶紧就致电毛主席 告诉毛主席 说肃于病重 病重怎么样 病重就得知 那陈毅的意见 肯定是要趋向于中国大夫 是不是 那么就从这个 气气巧巧的这个事 到最后 陈毅这个向主席 这个通报这个情况 其实是针对主席 让陈毅转达 准备让素玉挂帅 出征了这样一个回复 说素玉病重 就可以看出 陈毅是打心眼里 不想让素玉去朝鲜 他是打心眼里 不想让素玉 在朝鲜战场上 锦上添华 那么另外一方面 毛主席又得到了素玉的一个来电 素玉向毛主席报告 说我没病 就是小毛病 没问题 你从素玉对主席的这个报告里面 我们又可以看得出来 又可以看出来 这素玉是想去朝鲜的 素玉是打算 接受毛主席的人命 挂帅出征去朝鲜 为人民 立心功 这不就顶上了吗 司令说他有病重 不能去 本人说小毛病 OK 那么毛主席就 派大警门员 派罗瑞卿 说你去看看素玉去 看看是你怎么样 那么罗瑞卿就去了 他去了的过程中 他都接触谁了 他都拜访谁了 跟谁谈过素玉这个病的事 没有 那么有没有人对罗瑞卿 此行 施加某种暗示或者影响 甚至是交代 这都无从考察 反正是罗瑞卿回来以后 跟毛主席报告说 哎呦 主席啊 我跟素玉 谈了那么15分钟才 结果我起声告辞走的时候 这素玉脸色发白呀 坚持要送我都走不动道 扶着门 扶着墙 用我在这个 实在是说彭德怀里面 我开玩笑说 说这这这 素总病得很厉害 这头疼得直撞墙 就这个意思 罗瑞卿就这样 向主席做的汇报 说看来这个素玉 这病情很重 就这结论 那 怎么办呢 也可能 据此主席就 把素玉 就作为备胎 也可能 面对着各方的 针对围绕着素玉 是否挂帅出征 去朝鲜这件事 各方的激烈的反 明理的 暗理的 使得这些个动作 啊 然后这个 抱成一团 啊 这这这 执意的 阻止素玉 啊 去朝鲜 那么主席也看到了 素玉 险恶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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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 生存环境 所以从主席那 是不是也存在一个 习财 爱财之心 就说 哎呦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别让素玉去了 你说你去了之后 你再打赢了 你回来不就 更遭罪吗 是不是 你更 现在本来都遭人记恨 解放战争 打得那么好 啊 无论是顶头上司 还是其他战略区的 一些偷偷囊脑 彭啊 涅啊 什么这些人 你要从朝鲜 在凯宣而归 你说我 当时我 说到 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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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说的时候 我说 你说你知道 毛主席怎么安排的 五五年 这个平 平衔 你说那素玉 要是从朝鲜回来的话 你说他不进 前十当元帅 怎么可能啊 但你说十大元帅 谁下去 把这地儿 都腾出来 有一个下去 把地儿腾出来的话 那素玉以后 怎么活 你说啊 那我把人 那么祖宗八代 都给得罪了 那不就 记恨的人会更多 记恨会更深重 所以 有没有这成考 我想 都很可能有 为了保护素玉 那就不让他去 所以 素玉最后就没去得了朝鲜 彭德怀 在毛主席那 就是第三人选 林 素去不了了 加上彭德怀的 关于抗年朝的表态 比较到位 那 毛主席就决定 让彭德怀挂帅出政 这是关于这个 抗年朝 素玉 与之 失之交臂的 这些个 据说的 这种 政治博弈 陈毅 是其中的主角 还有一件事 李寅桥 万年回忆 说1953年的时候 这马尔西那时候 不就是徐州 济南的徐州 什么南京 走了那么一趟 那么陈毅当时 全程陪同 陈毅主席 坐火车 从南京 然后到徐州 然后到济南 一直把主席 送回到北京 那么 在这个路上 又坐火车 就路过了徐州 这就是淮海战役的 主战场 那么主席在 刚刚散尽硝烟的 这个淮海战场 那一定想起 素玉 所以这一路上 李寅桥回忆 主席就不断的 就提到 说素玉能带兵 会打仗 并且讲 这个素玉 淮海战 已立了第一功 毛主席夸素玉的 这过程中 陈毅不怎么就 这个陈爽子 就愣腾肉脑 插了那么一句 说这素玉是 防快 是寒信 听说这个 这个这个 毛主席当时 听这个 陈毅这么说 还显得很不高兴 你说 这哪是表扬 我们素玉 是不是 这陈毅 哪有这么表扬 这个素大将的 所以毛主席当时 就 就就表了 太了对陈毅 说这个 素玉 一不是防快 二不是寒信 我毛泽东也不是刘邦 苏裕就是苏裕 苏裕就是人民的好儿子 就这个意思 等等 就这个意思 稍等 这个 陈毅听完以后 也知道自己 这个 失言了 马上就跟 跟主席说 这个 多嘴 该打 马上检讨 检讨自己 失言 就是从这个 这个不经意之间的 这种插话上 你就会看得出来 这个 陈毅对素玉的 一种心态 一种心态 你像 你像樊快 和这个 韩信 那你跟 苏裕这么比的话 确实是不恰的 确实是不恰的 把一场 共产党的革命 弄成赶潮换代了 那还是共产党 领导人民大革命了 那你不是把 毛主席 弄成 刘庭长 是不是 再说 韩信也好 樊快也好 这下场 都不是特别好 韩信最惨了 是不是 带着那么个罪名 那樊快也险些 樊快这个 也差不多是 以毛反罪名 给弄死了 差不点 多亏刘邦 这不就是 樊快往回去的路上 压樊快往回去的路上 刘邦不就 咽了气了 那么后来 这个陈平 他们做了做工作什么的 这樊快算是得以善终了 否则不也是 就是 这个 属于 这个武逆 那也 到了长安 估计也是开刀问斩 那你什么意思 你陈毅 你拿这两位 跟宿总 作比 那么接下来 还有说 55年 这个 开党代会的时候 就是给高饶 做结论 全国代表大会上 在这个会上 在给高饶 做结论的过程中 听说这个 陈毅和 邓小平 他们几个 就想 借酒 解放战争的时候 饶术石 牵头 华东 几大员 联名 给毛主席 发电报 建议 以速代臣 就想 以这件事 为理由 捎带着脚 给 饶术石 做结论的 同时 也把 肃毅 收拾一番 也把 肃毅 给他 装进去 听说 这个小话上 大家都已经 七嘴八舌 一 说这个事 这个 这个 给 肃毅 敲这个 编故 肃毅竟然 茫然 不知 根本 没听出来 这弦来之音 这把 刘帅 给 给机构架 就趁着 苏毅上厕所 这个 这个 这个时候 说 刘帅就 追到厕所 跟苏毅说 你没听出来 他有什么意思 苏毅不知道 怎么的呢 这 刘帅就 把这厉害 把这些事 就给 这个 这个 苏毅说 苏毅才去拍 那玩 差不点 没让他们 装进 差点 没让他们 把我弄一下 赶紧 回来表态 坚持 摆明自己的一场 表明自己 跟饶老师 没有任何工作关系 跟饶老师 没有任何的 非组织关系 等等 等等 那么当时 包括刘帅呀 包括其他一些人 也替 苏毅 这个 说了话 苏毅在五五年的 全国党 这个党代会上 才算是 过了关 没让人 揪住 不放 这是五五年 那么到了1958年 反军队教条主义 彭德怀 发起 然后呢 军委扩大会议 配合着彭德怀 聂工真 尤其是配合着幕后主使 邓小平 陈毅 那 毕举 提供于一役 对苏毅 下了最狠的一手 我们下次再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